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我们要挑选几种 那么来进行这个决斗 然后分出这个胜负 那么今天输的人也有相应的惩罚 惩罚 惩罚是什么呢 惩罚就是输的人要跳舞 跳什么舞呢 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日本洗脑神曲 PAP跳吧 输的人要跳舞 那么当然了 我一般是不会输的 我觉得输的人一定会是魔力大哥 不是 听懂了 不行 他居然听懂了 我以为他没有听懂 那么今天就开始我和魔力大哥的对决比赛吧 那魔力姐姐要改一下 我不是巫师 我是魔女魔力姐姐要和这个大南瓜 大南瓜 魔力大哥今天进行这个比赛 你们可以看到这面前是有四种的 我会在这四种中选出三种 然后三举两声决定出来谁要跳舞和唱歌呦 今天他跳舞唱歌 帽子差点 差点没跳 我觉得你们一定非常希望看到魔力大哥给你们唱歌跳舞 是不是 他们都希望你的 你的 你又开始不会说话了 我为了保证这个帽子不跳 头都不敢动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是冰壶 那么我们把这个冰壶放到对战板上 然后呢 然后我们这个是一个发射装置 把这个冰壶放到这个发射装置上面 然后开始了 三二一 走 哎呀 零分 差一点 差一点就是二十分 你来 一 二 三 一 一 你看 不失败 魔力大哥你是不是猪 魔力大哥 魔力大哥是猪 虽然我是零分 可是魔力大哥也不能把这个冰壶给拆了呀 你们看他已经完全把这个冰壶毁灭掉了 那么他应该是负分 他应该是负二十分 因为他搞了破坏 你是太笨了吧 我不 我不 大笨蛋魔力大哥 第一回合输掉了啊 不好意思 不可以破坏他 不可以化他啊 我输了 第二 没事 我还有机会 还有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啊 我们第二回合是铁饼 嗯 我们把这个放下来 大南瓜 加油 大南瓜 不加油 加油 不加油 魔力姐姐加油 给我 这个吧是不是 长个 那么 现在我要开始第二回合 三 二 一 零分 零分 这个在哪 在哪 那我把这个第二回合给弹飞掉了 不知道他在第二回合会不会战胜我 他是零分 一 二 二 我是 杨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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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还能不能玩呢 每个人都弹飞掉了 第二回合平手都是零分 第三回合你想玩这个还是玩这个 这个这个 打高尔夫球 打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你会打吗 我会打 怎么办呢 我们这么笨 我看看这个要怎么玩 这个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放到这个上边 那么我先来 这个是可以左右调节的 我不想跳舞 三二一 零分 零分 他今天跳舞 这个这么难吗 他今天唱歌 莫莉姐姐唱歌 哦 这太难了 零分 再来一次 第三回合又是零分 三二一 哦 五十分五十分五十分 我出门到哦 我还有几个一 一败有一败 一败是吧 肯定进不去 一二三 Go 耶 莫莉姐姐胜利了啊 虽然呢我五十分也不高 但是他一直是零分 一直是零分 要不然就是搞破坏 要不然就是飞出去 所以呢 今天莫莉姐姐胜利了 那么 你们接下来就看到 莫莉大哥 去给你们跳 PBAP 唱 PBAP 啦 PBAP 哇哦 Bunkin Pie 啊 Shake Pie Happy Halloween Number One Let's Shake it Bunkin Pie 啊 Shake Pie Thank you 小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已经看完这个 莫莉大哥跳的这个神曲舞蹈 PPAP 怎么样 好不好 简直要斗死 莫莉姐姐了啊 如果你们喜欢莫莉大哥 也喜欢莫莉姐姐的话 一定不要忘记点击视频的下方 赞 给我们点赞 还有呢 订阅新莫莉玩具学校 哟 那么呢 你们可能要问了 现在莫莉大哥去哪里了呢 莫莉大哥糊了一连奶油 去洗漱了 呵呵呵 那么所以呢 那我们还有今天 这有这个四种玩法的玩具呢 我和莫莉大哥呢 也玩到这了 莫莉大哥实在是太笨了 如果他没有输的话 是不是就是我跳舞了 没办法 今天莫莉大哥给你们展现了 优美的舞姿 那么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